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0号星期四 美国的司法部长宣布绝不辞职 司法部发言人库佩克在推特上说 说司法部长没有辞职计划 怎么回事 川普的一个好朋友叫Stone 也是Stone 美国他有一个family name 就是Stone 沙狼Stone Oliver Stone 还有川普的Mr.Stone 朋友都叫Stone Stone是美国一个姓 对是一个姓 是一个family name Stone在与特别检察官 罗伯特·穆洛的设俄罗斯的案件中 被裁定有罪 在第一次的时候 最初的时候 检察官提出 要对他进行7年到9年的量刑的建议 川普随即在推特上 斥责检察官办案不公 因为年事已高了 比如说这么大岁数 你判7年到9年不要他命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司法部部长巴尔介入 司法部最后建议 减少刑期 那么最后原案的原先的检察官退出了此案 就辞职了 我不干了 你们行政干涉司法 然后巴尔说 说他的介入与川普无关 不是总统的撕压 不是行政干涉司法 他也是认为量刑不公 那么巴尔上星期一在对ABC新闻台的采访中说 他说总统议论检察官和法官的推文 让我没办法做我的工作 也在抱贬总统 后来有一些司法部的人就联名要求巴尔辞职 因为就认为他受到总统的压力 做出了这种减刑的这么一个判法 最后好像砍了一半 最后好像改到三到四年去了 那么川普在星期二说他对巴尔有充分的信心 他说我确实让巴尔的工作更难做了 我同意这脸 但是司法部长是个政治人 他会做正确的事情 巴拉巴拉的 那么有一些人就觉得巴尔应该辞职 之前也有传言说巴尔要辞职 但是巴尔绝对不辞职 巴尔90年代的时候就当过司法部部长 好多年没有才当了 然后最后由于川普他又能重新回来当司法部部长 我觉得他还是很喜欢当司法部部长 所以你们就别想了 他绝不辞职 无论如何不辞职 好吧 这就是新闻播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